辽培園的英文教室知识阅读篇第61集 我们这集介绍明星男的格雷格雷毕克 Gregory Peck 他是标准的高富帅 我们一般有些高富帅是有点勉强 这是政治标记的高富帅 大概身高190左右 那够高换算成亚洲人也一巴厘也很高了 富当然有钱嘛 一辈子拍电影 拍了很多卖座当然有钱了 帅 他整个人就是以审美的观念 没有缺点 从眉毛 眼睛 鼻子 嘴巴 整个脸型 还有身材 身高 当然也包括个性 个性也蛮好的 没有缺点 完美的男人 所以好莱坞有些 尤其是女明星 都说 他是当时代的 好莱坞最帅的 好莱坞明星已经够帅了 一般来讲就比一般人帅很多 不管怎么当明星 让人说他是最帅的 不但帅而且干净 所以老牌以后 那个伊丽莎白太太的曾经说 格雷格雷毕克是最干净的 不只是帅 而且感觉上不只是人 个性 什么都干净 就是简直没有一点邪恶 没有一点坏的想法 所以这个人就是 从某些方面来讲 好像是玩人 这个演戏也演英雄 人很正面 又帅 简直找不到缺点 在他老的时候 当然人都会老了 老的时候也不难看 所以这个外国人 这个脸孔 所以现在就很多人欣赏外国人 这没办法 你看他轮廓就深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像这种西方人像这个脸 如果说一两千年前到中国的话 就说怪物啊 所以以前那个中国有很多那个胡人啊 胡人就是鼻子高嘛 叫做高木深渊嘛 高木 渊木啊 就是把那些鼻子高什么 胡人嘛 结果当成怪物 所以审美观念会随着时间 时间变化 就是帅哥 超级帅哥 帅得要命 女孩子心目中的偶像 Mr.Right 个性也好 人又帅 什么都有 这就是有福报 什么都有 演戏也很大牌 也得过奥斯卡奖 什么都有 这一辈子什么都有啊 而且又很 又很干净 很单纯 也没什么 这也没什么 什么离婚啊 没什么东西啊 都是正面 这个就是正能量 都是正能量 红都要命 他是1916年 民国五年 当然老牌了 当然早就 早就过世了 美国人 很多 好来问民族 不是美国人啊 他以前出生在英国 就五眼联盟啊 五眼联盟就是 讲这个英文母语的 英国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纽西兰 澳洲 有一段时间 连南非拉进来 连南非 有一段时间 是白人统治 2003年 洛杉矶的过世 就是呼吸衰竭了 心肺 反正人死了 到最后都是心停的 都是心肺方面的 这个气管啊 这个肺炎啊 这些 就很容易感染 他也不是真的这样死 就是老人家 就是抵抗力弱了 很容易感染 那哪里容易感染呢 心脏 心脏 心脏变没力了 所以人老的 常常要动手术 加那个心脏支架 因为那个心血管变薄了 这个心 本身心脏也无力 他出生的时候 叫Edward Gregory Peck 他的外号叫做 小明啊 外号叫 佩克神父 他就像神父一样 这个很善良 太善良了 很正派 或叫Greg 身高189 接近190 在外国人也算高了 他的特征呢 就是 Almost always play courageous Nobly heroic good guys who saw injustice and fought it 他的一个特征就是啊 在荧幕上的特征啊 几乎永远在演那个 很有勇气的 Nobly 就是很高尚的 好像贵族一般的 英雄 英雄般的人物 都演正面的 演正面人物 他很少 有演那个 半好半坏的角色 是有演过 但是演过坏人 好像没有 就几乎都是演 正面角色 但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讲 这是不好啊 因为演员最好 是什么都能演 在那个时代呢 是要明星嘛 明星演坏人 破坏形象 所以很多明星 不演坏人 这是 这没办法 这是 一般的影迷啊 说啊 这个格莱格彼克演坏人 我不能接受啊 所以只能演好人 但是 纯粹以 演戏的技巧来讲 或者以戏剧 来讲 演技来讲 这样子不好 最好一个 又可以演好人 也坏人啊 这个习笑弄啊 也可以演神经病啊 像那个Jack Nixon 他就常常拿奖啊 一下也好人 好得不得了 善良不得了 因为坏人 坏得要死 那才是演技好 但是格莱格彼克 他也拿过一次 奥斯卡金像奖 提名也若干次 然后他每次看到 不公平 不正义的时候 就fought it 这是过去是 本来是fight 就去对抗 就是一幕英雄 也演过很多西部片 反正都是英雄人物 然后distinctive 就是很有特色的 与众不同的 love pitch 就是低音 跟我一样 低音 低沉的嗓子 但蛮有特色的 I found something reflected at his labor political views 他演一些现代片的 也常常reflect 就是反映出来 他的一个自由 政治自由色彩 就是 不是保守派 就是要改革了 就觉得政府不够好 要改革 教育改革 财政改革 经济改革 外交改革 就是改革派了 就是自由派的思想 就比较不受束缚的 impulsion stature stature是雕像 impulsion就是 很壮观 很壮观的雕像 因为他整个人 个子高 又帅 好像雕像一样 好像希腊雕像一样 雕像都会把人 雕得很俊美 就像雕像般 所以很多好莱坞 男性女性 都雕像一样 就是 好像一般人 不会长那么好看 当然 要好看才当电影明星 就是奇怪 怎么有那么帅 那么漂亮的人 所以我也亲眼看过一些 台湾了 台湾的这个明星 真的是 就是 就是帅 或者就是漂亮 那我看过林青霞 他妈就是 不止漂亮 而且就是有一种特质 明星除了帅 漂亮 还有一种特质 与众不同特质 有些我们在捷运 马路上 看到一些美女 就是美 但是你不会觉得 太怎么样 就是 就是美 但是明星就不一样 除了美以外 他一笑 一怎么样 他就有一个范 就一个明星范 他一平一笑 他就是 就是特别 吸睛 抓住眼球 那这没办法 天生就是 有这个 吃这行饭的 就是明星笑起来 跟一般美女笑起来 不一样 美女笑起来 只是说还不错 很好看 明星笑起来 哇 怎么这么灿烂 还是怎么 这风采怎么那么好 有一种特色 Urthing employees Leaders Authority figures 常常演一些领导 领导人的角色 领导 或者是一些权威的一些角色 反正这个人就是 都是演大咖 英雄 都是这样子 大部分都是严重戏的 这叫 人中之龙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但是也很好啊 他也没有什么婚外情 没什么绯闻 就是结婚了 可惜这里面 有很多他没提到的 那有些我记得 我补充 就是可惜 他儿子独生子 他自己是独生子 所以这个生育 生育能力不好 怪了 结果他独生子 他的儿子也是独生子 就自杀 在他中年时候自杀 就当痛苦死了 绝后 我们看看这边 先介绍他了 Edward Gregory Peck was born on April 5th 1916 in La Hula Layola 这个 很多西班牙文 就不念 Jola Lay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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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ifornia Giburness Mary and Gregory Pearl Peck a chemist and drugist in San Diego he had Irish from his paternal grandmother English and his son German Ancestry His parents divorced when he was five years old As only child he was sent to love with his grandmother He never felt he had a stable childhood 所以他童年 比较孤单 他出生的时候 多一个 Adred 多一个Adred 1916年出生 加州 他妈妈呢 所以查到是 two怎么样 就是 他是被谁生 就是爸爸妈妈 他妈妈Marie呢 他爸爸 你看 外国人成了爸爸 儿子同名 爸爸也是Gregory Peck 多一个Pro 他父亲是一个化学家 而且是一个药气师 就是中产阶级 然后呢 格雷格雷毕克呢 他有爱亚兰血统 就从他的Perturno 就是父系的 如果母系 妈妈那边就Merturno 都父系的 就是他的祖母 如果是妈妈那边就是 这个 外祖母 就是他的祖母 有这个爱尔兰血统 有英格兰血统 还有一些 German 德国血统 所以他有这个 杨德鲁萨克遜 跟日耳曼的血统 他的父亲呢 在他五岁的时候 就离婚了 哇 很小 五岁就离婚 所以就没有什么家庭温暖 那他是独子 所以他就被送到呢 跟他的阿嬷 跟他的祖母 就是这个 还有爱尔兰血统 那个祖母 一起住 这个妈妈离婚了嘛 这个可能 这个到底妈妈带 爸爸带 那个时代 女人可能没有什么上班嘛 没有经济能力 没办法带 那爸爸可能工作忙啊 或者什么关系 就是送回去 所以很多 就是离婚以后 就送到阿公阿妈那边 去倒霉 他养 阿公阿妈养 他父母就很累了 结果还要再养孙子 哇很累 你说到 你说年轻的时候 养小孩没关系 到五六岁再养 那就很累了 那古代 以前的时代不管了 反正 有的吃 有的弄就好 那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很精致啊 就像台湾呢 就是曾经被 最近被美国讲说 台湾是全世界 生意率最低的 台湾像是 台湾这看起来还不错 生活的各方面还不错 又有自由 民主投票 可是现在就是很多问题啊 因为这个台湾就是 蓝绿 恶斗 都很多 所以现在年轻人不 不结婚了 不生小孩了 因为这个赚的钱 因为薪水很多年 没什么变嘛 除非说你是 到台积电啊 到大公司啊 或政府 到政府机关 现在当公务员 都还不错啊 赶生 那其他一般 私人公司怎么生啊 一个月 运气不好 连三万块台币 都赚不到 那如果没有住家 弄个房租 随便那个 信用卡刷一刷 那个手机付一付 还要吃饭 不够了 随便年轻人 也不买房子 也买不起 就干脆啊 拼命吃喝啊 省小孩的话 完蛋了 省小孩 买房子 房子也买不起 一买的话 一辈子付房贷 小孩子又炒 又影响 家生活品质 小孩子又不好带 又花钱 不生了 甚至连结婚都不结了 交女朋友可以 甚至有的也不交了 自己想办法解决 所以台湾现在 有这个问题 出生率很低 大家不结婚了 然后他从来没有觉得 他有一个很稳定的童年 所以童年的时候 就比较孤单一点 he found his memories of his grandmother taking him to the movies every week and of his dog which follows him everywhere he studied pre-med at UC Berkeley and weather got bitten by the acting bug and decided to change the focus of his studies he wrote in a neighborhood playhouse in New York and debuted on Broadway after graduation 他最喜欢的一种 最怀念的一种纪念 就是怀念 海提时代 就是他的祖母 每一个礼拜都带他去看电影 可能祖母本身 就喜欢看电影 前面没有提到祖父 也许祖父死掉了 祖母妈就带了小避客 小孩子的避客 还有他的狗 这只狗一直寸步不离 所以他幼年 隔代教养 就是很孤单 小朋友可能朋友也不多 就是带着狗 一只狗陪他 很孤单 然后祖母一个礼拜 可能带他去看这电影 他就看电影 好啊高兴 有爆米花可以吃 喜欢看电影 然后他在那个premed 就是medication 就是医学 预科 医学的这个等于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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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前 这个准备要念 医科 譬如之前 我们叫预科 预防的预 这好学校 UC Berkeley 好学校 加州 博克兰学校 好学校 然后在那边的时候 Baden 他被咬了 被acting 活药的一个虫 就是 被小虫咬掉 奇怪 被重咬了以后 他决定 Change focus of studies 他决定改变 他那个学习的一个焦点 那什么意思啊 那这边没有写清楚 我也不知道 是就不学医了 还是改变什么焦点 不知道 就是很奇怪 小时候就是大概比较敏感 被重咬了以后 就改变学习的焦点 想学别的 但学什么 这边没讲清楚 Enroe就被征兆 Enroe就征兆 在附近的一个 Neighborhood Playhouse 这个 这个是专有名字大写 它不是附近的 就是一个名称 这是一个 反正演戏的地方 它被征兆 可能帅吧 可能被发觉心探 所以很多明星心探 林志玲就是在那个成品书店 买书的时候 被心探发现了 林志玲也不是说 学这个演艺的 也不是什么 什么艺术大学 什么东西 不是 就是大学毕业 哪一个大学毕业忘记了 东吴 东吴府人 哪一个忘记了 结果心探一看 哇 陈敏书店 哇 这个女的好高啊 又瘦啊 哇 这个 然后一看 哇 回眸一笑 白妹生 又漂亮 又瘦 又漂亮 气质也很好 就当了娃娃音 但是 她不是装的 她天生就娃娃音 哦 就赶快签约 就开始当模特 模特 慢慢 临这里174啊 穿高跟鞋 很高 模特 一开始平面模特 拍照 然后慢慢 别的心态 电影 电影的心态 电视啊 电影 就开始 就开始也慢慢参加一些电影的演出 啊 就是她处女秀 在这边演了 但是没有写是演主角或者配角啊 一般刚开始都是演配角或者跑龙套啊 这边没有讲啊 但是 有时候例外 你太帅的话 可能一开始当主角也不一定 到1943年的时候呢 她就到好莱坞去了 然后在好莱坞的处女秀 就在PKA 这家电影公司里面的 Days of Glory 这部电影里面 就开始演电影了 1944年开始演电影 二十几岁啊 二十几岁就开始到海外屋野 Startan came with his next film The Keys of the Kingdom for which was nominated for an Academy Award Passed screens, presents, displayed the qualities for which he became well known He was taught, rugged, and heroic with the basic decency that transcended his roles He appeared in Everett Hitchcock's Spellbound As an anasiat victim accused a mother In the yearning He was again nominated for an Academy Award that won the Golden Globe Startan就是明星的地位啊 就是变成明星啊 Startan这个字 一般是Star 新星,明星 Startan就是新星的地位 明星的地位 就是他变成明星了 这很快 你看他1944年到海外屋 开始演了第一部 然后第二部同一年啊 他就变成明星了 所以他算是飞黄腾达 很快 有的要经过多少年历历啊 从跑龙套啊 一开始还配音啊 一开始可能几秒钟几分钟啊 然后变成这个配角 配角再变主角 格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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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 它quality 一种品质 就是became one 就是大家所知道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个质又高 又正派 演技也不错 就是很快的就展现出 那个明星的特质 就是正派 高大 这个正直 高尚 这些特质 他蛮高的 he was tall 高 189 因为那个 现在的美国人比当时高 高一些 就是营养的关系 所以在那个时代 189 我们说190好了 就很高了 所以他这个电影里面 就是比旁人都高 就比旁 旁人都高 所以当时的190 感觉上现在好像195196 那种感觉 那那个中国也是 这个儿子都比爸爸高 其实人种 其实都差不多那么高 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 这个 这个下一代就比上一代高 上一代战乱 战乱的时候人会变矮 反正有战乱的时候 就营养不良 很多人就死了 平均寿命三四十岁 这战乱的时候 人就长不高 那不是说 他儿子就一定要比他高 而是说他爸爸营养不良 又有各种压力 人就是营养不良 有压力的时候 比较容易长不高 生长受限 那小孩可能已经 国家太平了 营养又好 就高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多 奇怪 台湾有时候 亲戚朋友 他们全家移民 这小孩子回来 变高 不是说他天生就高 台湾那时候物质 环境也不好 营养也不太够 到美国今天吃牛排 喝牛奶 所以他发育好 所以我们看过 那你说一代比一代高的话 那过一千年不是都要长两公尺 三公尺 那不是 人就差不多 就差不多人大概 就平均啊 平均大概平均升高 就大概可以 最高可以到180左右 当然平均180 一定有的190两公尺 有的170 160 那不一定 不然你看 这个 兵马俑 兵马俑他也不是特别挑 他是一票 当然你说军人可能高 那平均180 秦朝 那如果说一代比一代高的话 秦朝离下两千多年 那他应该吗 平均男的升高140 130 那一代比一代 不是 所以人的升高都差不多 可是战乱 因为人就是战乱的历史 这一碰到战争 人就变矮 饥荒 营养不良 人都差不多 但是 所以那个 兵马俑才会平均升高180 然后另外一个很特殊 很特殊 就是围京人不高 围京人怎么不高呢 奇怪 因为后来发现围京人的墓 这个坟墓 里面有很多尸骨 就大人 小孩的不算 就男人 平均170都不到 就怪了 照理说围京 平均升高一八几 甚至有了一九几两公尺 这个很会打仗 就坟墓 除非那个坟墓 全部装了矮人 这个也不知道 口吴京人也不知道 反正一个墓 就是 可能几十个上百个尸骨 就大了 男的一算 平均170都不到 怪了 口吴京人怎么那么矮 但没办法 证据 就证据会说话 所以这个很奇怪 他是高的 而且Rugged 就是外形有点Rugged 就崎岖不平 就是有点力尽苍苍 因为他皮肤没有很细 Rugged 但是他又帅 但用Rugged这个字 我倒是搞不懂 他应该 就是看起来外表 就是 我们讲有灵有角 讲有灵有角 就讲得通 我们不要讲说 好像外形很粗犷 但他有的时候 看起来也粗犷 就是有灵有角 而且是一直像英雄一样的 所以他有这些 Decency 就是高尚的特质 超越了他的角色 角色本来就有英雄 就表现更好 所以很多角色 本来就很好 结果演员呢 这是 Larger Than Life 就大于 超越他了 本来他讲说 这个英雄 我本来是90位英雄 结果这个 Glager 畢克 或查尔登 希西顿顿 或有些人一演 100分 尤其那个 切尔登 希西顿顿 演出来就帝王将相 比那个剧本写的还棒 因为 Cherden 希西顿 跟他差不多高 他就差不多190191 哇 那个胸肌很发达 那个 这个轮廓也是Rocket 也是有灵有角 哇 那个演帝王将相 哇 真是像 就身材又很壮 那个 这个跟 跟他有拼 不过 Cherden 希西顿 比他更有男人味 比他更粗犷 然后他也出现在 西区考课 Hitchcock 这是好莱坞非常有名的 恐怖大师 长得不怎么样 当然大部分是他年纪老了 就专门演一些恐怖片 美国的恐怖大师 在意乱起迷 跟那个 英格利鲍曼演的 巨男美女 他演一个 失忆 失忆症 受害者 失忆症 被控谋杀 然后在 In the year 他又得到了 这个 金像奖 奥斯卡金像奖 提名 那不错 他提名好几次 然后得到金球奖 所以那也不错 什么都有 演技也好 又受欢迎大明星 又得奖 又提名 好我们把下面这段角落 我们分上下集 他 powiedzism 他叫尤星 尤星 嘅 他在 W.O.Southnake 许里芝最当地下宣传 组 《Dewon The Sun》 中间 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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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won 母亲》 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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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tory high level stress in the Air Force Bomber Unit in World War II 他是很特别有效率的 就是在有些电影里面他演的特别特殊 杰出 西部片 他都演了很多西部片 那时候美国片西部片很多 现在就很少 这个约翰·维恩啊 然后这个他 这个 GladeGlade Peek 好几个 都是演了西部片 那时候就西部片很多 而且他在这个导演里面 Critically Blasted 就是很关键的 就是很少千军的意思 很少票房 在太阳浴血器里面 都是有英雄 演了个西部片英雄 他都演过很多英雄人物 外形就是很特殊 就是出类拔萃 然后呢 在这个Yellow Sky里面 上外的Better Received 就是也是很杰出 然后Acclaimed 获得很多的 在阳的这个Gunfighter 枪手里面 就是演西部片 西部片很看 很好看 所以美国很多精神啊 美国人的特质啊 怎么来的 就是电影啊 就是受父母影响啊 这个受美国文化影响 那电影是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美国 好莱坞的文化素素很厉害 全世界都在看啊 所以大家都觉得 我跟美国很亲近啊 所以有些人可能 也没有几个美国朋友啊 美国也没去过几次啊 甚至没去过美国啊 像我就没有去过美国啊 真奇怪 去了很多国家 就没去过美国 有几次有机会去 但是就是临时很卡 就是没这个命 也没去美国留学啊 啊 啊 就是那个 啊 就是那个 啊 反正就也一大堆西部片啊 他又得 又又获提名啊 又获得奥斯卡提名啊 在君子协定啊 这一部里面呢 啊 这个也是蛮好看的啊 然后呢 他又在晴空雪战时 呃 不是 啊 在这里面 君子协定里面 他是演一个这个 啊 就这个剧本啊 是一个反犹太人的一个电影啊 他在里面 这部 这部电影 他没有没有拿到这个 奥斯卡提名很可惜啊 当初大家都认为他会拿到 就没拿到 但是后来别的 梅刚成故事 演一个律师他拿到了 啊 然后又在晴空雪战时 就是二次大灾的片子演飞行员啊 Story 他的故事呢 就是high level stress 就是受到很大的压力啊 在这个 啊 空战啊 二次大灾里面空战 所以他演过很多啊 战争片他演过啊 后来他演过麦克阿世啊 所以这个人就是不得了啊 那当然现在年轻人搞不清楚 因为他这个老牌的啊 但是 大概五十岁以上啊 啊 对他印象很深刻啊 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好莱坞得是挂头牌了 不得了 好 我们上集 上集讲到这里 下集再把他讲完了